HELLO EDI 今次又來找你分享音響的心得 我聽說高級音響 一定要有膽機 其實膽機是什麼 其實膽機就是用電子管放大的音響 這個潛艇已經是幾十年了 其實我聽說高級的膽機 除了膽機之外 還有什麼結構 還有什麼零件 其實膽機的設計 最重要是牛巴 輸出牛巴 接著就是零件 最多就是製作師傅的邊緣 很重要 其實現在數碼音響那麼流行 功能那麼厲害 但為什麼音樂發燒友 都喜歡玩膽機 有什麼特質 是啊 膽機最特質的就是膽味 比較溫暖 溫暖和耐聽 對於數碼音響的幫助很大 明白 聽說膽機本身很適合某些特質的音樂 有什麼音樂最適合膽機 最適合膽機 膽機很多音樂都沒有問題 當然有些音樂它很強的 例如一些弦樂 有些人的音樂 有些人的音樂 很多人的音樂 都用自製作樂音 如果用它自己的機器 用Nurvebo 出來的效果特別好 明白 公司有什麼 正確的介紹 例如像我日文 它們說想玩膽機 有什麼推介 如果在日本 第一 可以考慮一下合併機 這次電腦的凹凸很受風景 如果你想再高級一點 就可以考慮一下前後級分題 明白 好 謝謝你 好